当强降雨来袭 污水管道流量暴增 内部空气快速压缩 空气压力就会快速冲开人孔盖 北市就曾有雨量飙迫100毫米 昆明街的人孔盖冲开如喷泉 索性无人车损伤 未攻处因此建置污水下水道电脑辅助操作管理系统 利用GIS投资平台 整合各场站设备的即时运输讯号 同时借接中央气象局与水利处的水资勤料 预测污水下水道流量 可提前应变抽水降低管取水位 减少污水仁孔盖气冲情形 这个处理系统我们希望用电脑辅助操作管理的系统 来达到即时的监控 还有做到的是防灾的抑制 以及能够在操作做建议 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下未攻处要介绍的 透过这一套系统我们已经示范了一阵子比较成熟了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套系统也能够减少 我们有一些在比较下游地区的污水管道 它本身的孔盖有时候会有受到急降雨 大量的这个水的压力之下让它变成一个气冲 让孔盖的气冲减少这样的一个状况 近年因为急降气候的影响 所以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常常发生 那台湾虽然是雨水跟污水分流的规划设计的国家 但是因为台北市发展的比较早 所以早年有些老旧建屋的内管没有分流 或者是民众的针见不接污水管 所以造成在台湾滑雨的时候 有大量的雨水渗入污水管里面 它污水管区比较小 所以当雨水渗进来的时候就容易发生 里面的管区的空气快速受到挤压 当这个压力过大了就会把人口喷飞 这个就会造成市民用路人安全上的疑虑 下一页 给各位看一个影片 这是107年9月8号 台北市当时的食品量超过100mm 当时也造成昆明基的污水人口 有喷飞的情形 不过还好当时没有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所以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出解决的方案 首先我们就被换要建设一个电脑辅助操作管理系统 那这个系统有什么好处 这个是全国第一套 只有台北市率先在做 其他县市也来跟我们一边想要学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做一套污水系统专用的操作管理系统 就是第一个是即时监控 那右上角这个是我们有抓行政区的雨量站的降雨资讯 再来是我们河川的水位 那在下面就是我们那个污水管区里面 现在目前有36个异位计的即时的水位计的状况 但右下角就是我们的输流站 还有我们迪化污水处理厂 内污厂 还有33个羊水站跟4个抽水站 还有14个节油站 所有资讯都接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即时的监控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两件设备是不是有正常的运转 下一页 那再来第二个是有防灾预行的功能 我们这个系统借接中央气象局跟水利处的降雨量资料 我们可以去推幅 未来6个小时有可能会发生污水人口冒水 或者是流量异常的状况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出操作的建议 我们抽水系的台数 就可以营造他建议的这个台数的方式来操作 所以尽量可以在这个台风排雨的时候 可以降低我们管区的异位 把我们管区的容量控下来 当我们风排的时候可以避免这个人口被气冲的行星 下一页 那当然除了电池这个系统之后 我们也提出了改善人口空盖气冲的 治标跟治本的方法 首先治标的部分 我们就是将一些老旧的空盖 把它换成符合CES规范的耐压空盖 我们首先在容易发生气冲的地点 就是主式干管 还有分管的接入点跟转折处这些 我们把它优先做更换 那更换完之后呢 改善前容易喷飞这个状况 就会变成只有在那个边缘冒水的情形 那这个耐压空盖它有个特性 它是有机械卡榫 当受到压力的时候它会上浮两公分 然后它有圆椎面的设计 它会自动恢复原味 就可以确保这个口袋不会离开它原来该有的位置 下一页 再来日本的部分 我们也是用购买服务的方式 我们就是装设移动式水位器 我们在物水管局的上游装了60个移动式水位器 把这个水位器的资讯抓回到中空中心 当我们发现如果说降雨量跟这个水位器的水位 有异常上升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泥物浑流特别严重 我们就去办理泥物浑流的切管的动作 在我们去年已经办了103处 这个我们会逐步的找出热区 逐步办理改善 卫工处也表示未来会持续提升系统功能 检讨增设水位器 布诸官网资讯 导入更精确的气象预报 针对每次好大雨事件经验 滚动式检讨修正系统参数 确保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你们一起去看的 加热区 我们下期再见 先看那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